第一件,走进圣殿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与一体的宏伟建筑 它最著是土布王朝、赞普松赞干部 为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而建 而后经1300余年的不断修建 才得以有今日这般雄伟面貌 第二件,在大昭寺前程转经 对旅行者来说,转经是感受信仰的最好方式 大昭寺内的转经道上 仅靠殿墙有数以千计的转经筒 这里常年云集着从世界各个角落 千里迢迢而来的前程信徒 以及跟随的游客 第三件,观看一场汴京仪式 作为拉萨三大寺庙之一 拉萨色拉寺的汴京是不可不看的 藏教人文景观 汴京活动在每天下午三点开始 并对游客免费开放 几十号僧人,有老有少 唇枪舌战 鸡掌跺脚,神态各异 不可不看 第四件,长祥西藏神圣湖泊 去西藏旅游自然不能做过 美丽而又神圣的西藏圣湖 马旁庸措,纳木座和扬州庸措 是西藏三大圣湖 在西藏,人们会来圣湖朝圣 也就是转湖 围绕湖的边缘转一圈 第五件,感受林芝江南风情 林芝市冰川,高山,峡谷,草垫,森林,河流,湖泊等各种景观 并存却不可多得的高原景观旅游地方 被称为西藏江南 第六件,仰望神山港人波齐 港人波齐风是中国最美的 令人震撼的十大名山之一 神山神秘之处 山的向阳面 不知缘和中年积雪不化 白雪挨挨 而神山之背面 常年没雪 即使被白雪覆盖 太阳一出随即融化 与大自然常规刚好相反 江西德勒 我是卓马 我们是坐香港,澳门,台湾 以及海外华侨同胞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 如果你想到西藏来旅游的话 欢迎联系卓马 我的微信号是418992 我的邮箱是卓马1991 atgmail.com